其实这不只是一部讲瓷器 讲清白瓷的舞剧 清白瓷可能只是我们的内扇窗户 我们要通过清白瓷的切入点 其实真正要看到我们中国文化的一种底色 真正我们去到景德镇采风的时候 这些瓷器匠人 他们是没有指纹的 他们天天在拉披 指纹是其实作为一个人生物认定的 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标识 其实就是把自己的生命融入到 那件瓷器里面 它日复一日的拉披 指纹都会被那个陶土磨掉 每一件瓷器的作品可能就是 它的指纹 它的生命 瓷器摆在那里是静态的 但舞蹈又是一个动态的方式来呈现的 那我们如何用动态来呈现静态 其实又是踏踏实实的 先安安静地站上去 然后再开始学会转身 再开始学会转正 再开始想那个旋转 而且越转得快 越转的数量多的时候 你越要沉下去 它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安静优美中 所有人赚到完全的同意 这部舞剧凸显出一个特征 就是工匠精神 讲述一个工匠一生 阿田这一角色是代表当时景飘那一群人的一个样貌 我们当时去了一个类似于摇场的一个地方 看见了它的一个织皮的一个过程 有一道工匠叫 刷泥 撒一把米进去 脚底下采莲花形 把这个米全部的给采出来 这是一个好技术的一个工匠 一切瓷器之母就是清白瓷 在清白瓷的基础上 派生出了很多很多的瓷器 站在一个清白瓷的高度 来诠释瓷器的文化 那就是诠释着中国美学的文化 中国人的文化 这一点是我们扎根在景德镇定位清白瓷的一个特点 也是我们采风的灵感来源 China是中国 它是代表中国的文化 走向世界的 所以我们也期许着我们这部剧 《唯我清白》的舞剧走向世界 真的是让世界看到不一样的中国 看到我们传承下来 新时代的中国人是怎么样一个气节 怎么样一个精神追求 怎么样一个风韵 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 我们还想不及你 我们下期末 我们下期末 如果下期末